各位朋友,大家好,這次大選當中 美國大選當中絕大多數的華語圈的反共人士 都是支持川普的,那麼其中有一個主要的原因 就是拜登過去跟中共的關係 跟習近平的關係走得太近了 尤其是他兒子、小兒子這個韓特·拜登 他在中國做過生意,拿過中共的錢 得到過中共的投資 美國有兩個參議院的委員會 都已經調查核實了這件事情了 以這個韓特·拜登的這種花花公子的那個德性 說不定他還有其他的把柄列在中共的手上 所以說大家對拜登都有一點不放心 第一種擔心就是擔心他認不清形勢 繼續對中共實行綏靖政策 他在民主黨黨內出險的時候就說過 說中國不是美國的敵人,中共不會對美國形成威脅 那個時候他是非常糊塗的 那麼後來他改口了,把習近平叫做惡棍 那到底是他真的改變了思想 還是為了這個選舉隱瞞一下自己的意圖 誰都不清楚,誰都不敢肯定 所以說要對他繼續保持懷疑的態度 那麼大家對他還有另外一種擔心 就是他很利愛這個韓特·拜登這個小兒子 有可能就因此會被中共所要挟 他為了保護自己的兒子就做出一些對中共有利的事情 那麼我們應當對他警惕 對政客有所警惕,這個是任何時候都是正確的 但是我發現有一些民主派的朋友現在就已經走到一個極端了 他們就認為拜登只要上台了 中共就掌控了美國,也就掌控了全世界 中共就大勝了 所以這些朋友就覺得中國民主沒指望了 美國的民主都已經完蛋了,中國哪裡還有指望呢? 所以就抑制消沉,然後他們的反共民主活動也就減少了 甚至是完全停止了 那麼中共的那邊他們過去在選舉的時候 當然是希望拜登上台的 川普如果是繼續執政的話 他們肯定是非常難受的 他們希望拜登執政,然後會放他們一馬 那麼現在拜登真的就進入白宮了 班子也已經組建完成了,政策也已經開始實施了 那麼現在看起來民主派,中國民主派的這些人士 真的是沒有理由消沉的 共產黨也沒有理由高興的太早 因為美國不僅僅沒有被中共掌控 還在繼續對中共施壓 因為拜登當局現在看起來 基本上是延續了川普留下的這個對華政策 在中共最在乎的一些核心的問題上面 是繼續的在跟中共對著幹 那這一方面的勢力是很多的 我舉幾個例子,第一個勢力就是拜登到現在 還沒有跟習近平通過話 他跟歐洲領導人,跟日本、韓國的亞洲領導人 還有加拿大、墨西哥這些美洲領導人 都已經通過話了,就是不跟習近平通話 過去這幾十年以來,美國總統基本上都是在當選了之後 沒上任之前就已經跟中共的總書記通過話了 那麼到現在他已經上任這麼久了 還沒有跟習近平通話,這就反映了 他這個新領導班子的一個基本的態度 就是他們是把中共當成對手的 不是當成夥伴的,更不是當成盟友的 當成對手,對手當然最後也要通話 但是你得排在後面,排在盟友的和夥伴的後面 所以估計習近平要想跟拜登說幾句還得再等好幾天 那麼不僅僅拜登如此,他的國務卿還有國家安全顧問 還有國防部長,他們都沒有跟相應的中共的官員通話 那麼他們現在都在忙著跟歐美國家的 還有印太地區的這些盟友通話 在拉攏他們一起對付中共 所以把中共當成敵人這種態度已經是擺明了 那麼第二個比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 1月22號華爾街日報播了一則消息 說是來自白宮的內部的這個消息 他說在12月底的時候,中共的駐美大使崔天凱 就通過中間人給拜登的團隊傳話 希望安排楊潔篪到華盛頓來訪問 楊潔篪是中共主管外交的國務委員 是中共外交一哥 楊潔篪訪問華盛頓是什麼目的呢? 目的是要安排習近平跟拜登會面 結果美方一口回絕了 而且還說不僅楊潔篪來不了 2021年習近平都不可能和拜登見上面 因為拜登忙著要會見其他國家的領導人 中共這次是熱戀懟了一個冷屁股 估計他們是感受到了一股寒意了 那麼還有一件事情第三件事情比較有意思 就是拜登的就職典禮這個儀式上面 他們邀請了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參加了 蕭美琴還在現場錄了視頻了 這是過去40多年以來台灣駐美代表 頭一次參加總統就職典禮 更有意思的是蕭美琴參加了 但是崔天凱反而沒有參加 崔天凱肯定也是收到了邀請函的 但是他不能夠去 因為中共覺得美國這是故意的在刁難他們 在給他們難堪 就是故意讓崔天凱跟蕭美琴同時出現 在同一個場合 這就是要搞一中一台 這就是要拋棄一個中國的原則 中共絕對不能上當 所以說崔天凱不能去 這個儀式他就沒去 實際上美國民主黨早就把這個一中原則給拋棄了 在去年8月份美國民主黨的修改黨綱的時候 就把一中原則已經刪除了 所以說這一次他們同時邀請蕭美琴和崔天凱 這就是他們在有意的製造一中一台 是在有意的打中共的臉 第四件事情就是美中在南海對峙、軍事對峙 過去這兩天中共是加大了騷擾台海 和南海的這個力度 以前他們都只派兩三架飛機到那邊去轉一圈 那麼這一次過去這兩天一共派了28架飛機 而且以前派出去的都是什麼偵察機 這一類的防守型的飛機 這次派的是進攻型的 比如說什麼殲-16還有蘇-35都派過去了 做出了一副真的是要打仗的這種架式 那台灣那邊當然是嚴陣以待 把導彈都已經對準他們了 那美國也沒有袖手旁觀 羅斯福號、航空母艦戰鬥群又開過去了 開進巴士海峽然後進到南海和台海了 這就是說雙方這個軍事對峙的局面也沒有改變 而且今後看起來還會在台海地區 在南海地區繼續對峙 甚至是有可能比川普在位的時候 這個形勢還要緊張 那麼第五件事情就是在貿易方面 拜登當局會不會拋棄川普的過去的強硬路線 現在看起來完全沒有可能拋棄 在大致的策略上面 在大方向上面不可能拋棄 具體的問題這個策略上面可能會有一些改動 在美國的貿易方面 上面有兩個重要的人物 一個是貿易談判代表,一個是財政部長 拜登的貿易談判代表叫戴琪 他是一個台灣人的後代 所以從家庭背景來講就是反共的 他在奧巴馬時代就曾經代表美國 跟中共打過官司,在WTO打官司 而且是打贏了 那麼多數美國的媒體都認為戴琪是一個鷹派 那財政部長耶倫他對中共的態度怎麼樣呢? 他在前兩天發表過一個講話 他認為中共是違反了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而且中共仍然在用不公平的手段在對付美國 比如說用什麼國家補貼、侵犯知識產權 還有設立貿易壁壘啊 用這種不公平的手法在繼續傷害美國 他的這個說辭就跟以前川普團隊的這些說辭是差不多的 基本上大致一樣的,所以說基本上可以肯定貿易戰還得打下去 搞不好戰場還會擴大 因為拜登團隊的人以前多次說過要聯合美國的盟友 一起來跟中共打貿易戰 第六個方面就是在人權方面 尤其是在涉及到新疆和香港的人權方面 美國的這個新班子也會延續川普的這個時代的政策 新的國務卿布林肯他已經說了 他完全同意蓬佩奧他的觀點 他認為中共在新疆實施的政策是種族滅絕政策 那麼我們上面列了這麼多的例子 總結一下就是中共在他們最關心的核心議題方面 比如說台灣議題、南海議題、新疆香港問題、貿易議題等等各個方面 川普他過去已經造成了美中對立的這個局面 那麼現在所有的跡象顯示 拜登還要延續這種局面 從他們所有的這個政策宣示來看 從他們的人事布局來看 完全看不出來他們有任何改變的這種跡象 過去我曾經多次說過 過去四年美國已經形成了一個兩黨共識 形成了一個全民共識 就是要跟中共對抗 要把中共當成是美國最大的敵人 那麼這個共識形成了之後 拜登即使是想改,他是改變不了的 即使是他內心對中共再有好感 他都沒有辦法扭轉這種全國共識的這種局面 我過去也說過好多次 美國的這個政治體制,他的運作機制 有三權分立,有聯邦和地方的分權 還有各種各樣的公民團體的介入和監督 他是對於總統的權力形成了非常多的制約的 還有一個因素我過去制約總統的因素 我過去沒說的就是總統所領導的行政機構 也存在著很強大的制約力量 比如說行政團隊的這些高層的成員 他們都是由執政黨這些高層人士 他們推舉出來的 總統當然他在挑選成員的時候有話語權 但是其他的眾多的高層他們都有發言權 行政團隊他是這個執政黨 實際上是執政黨整體推出來的 所以說這些人,這些團隊的成員 他們不會無條件地服從總統的命令 他們如果是覺得總統的命令不符合國家的利益 他們就會反對,總統如果是想繼續堅持的話 他們就會辭職,而他們一辭職 這些高級官員一辭職就會給總統造成很大的政治壓力 那如果是有幾個人同時辭職 或者是同時反對總統的某項決定 那麼這個總統他就沒有辦法推行他自己的主張了 這個就被制約住了 大家都知道川普是一個性格非常強悍的人 他過去也吵過幾位好幾位高官 但是在很多事情上面 他是不能夠完全貫徹自己的主張的 最後只能放棄自己的想法 因為反對的人太多了 這就是行政官員對於總統的制約 像川普這麼強勢的人都會受到制約 那就更不用說拜登了,更不用說其他人了 所以說除非是中共把絕大多數的美國高層全部都收買了 那他就有辦法控制美國 但是他如果只是控制了一個總統 即使他控制了總統,他也不可能控制美國 那麼還有另外一個因素就是 美國有一個龐大的公務員系統 這個公務員系統他們不僅僅是被動地執行行政當局的政策 他們對制定政策也有間接的影響 比如說要制定一個貿易政策 那得收集很多貿易數據呀,然後得分析呀 然後得總結出問題所在呀 然後得制定出解決的辦法呀 這一整套這麼大的一個巨大的任務 那是需要有很多的公務員一起來完成的 那麼絕大部分的這些專業的公務員 他們是要維護美國利益的 是要維護美國的價值觀的 因為這個隊伍非常的龐大 所以中共不可能是把他們那全部收買的 那麼他們對於這個政策的形成和執行 都會起到很大的作用 那也會制約總統和制約他的行政團隊 所以說我多次告訴大家 我們過去當然是希望川普能夠上台 因為川普他已經跟中共幹上了 讓他繼續幹,駕心救贖 那有什麼不好呢?大家都很放心 但是現在的問題是這個拜登已經上台了 已經成為既定事實了 那麼我們難道就不反共了嗎? 就不追求中國的民主了嗎? 當然我們不應當放棄我們自己的政治主張 也不需要放棄 現在事實擺在眼前 就是美國還在繼續跟中共對抗 因為美國這個體制 它不是那麼容易被中共所掌控的 美國的民主制度沒有那麼脆弱 大家想一想 中共它很想掌控台灣嘛 但是它掌控不了 它連一個小小的台灣都掌控不了 他們怎麼能夠掌控美國 它連台灣的民主都顛覆不了 它怎麼能夠顛覆美國的民主制度呢? 所以現在咱們設定一個 即使是最壞的一個情況 就是中共手上掌握有大量的 拜登的這個小兒子的材料 比如說他在中國淫亂的視頻 或者甚至是姦淫幼女的視頻 這都有可能存在的 中共最喜歡搞這一套 郭文貴過去說的那個藍金黃 這是真的,這是中共的這個套路 郭文貴本人過去就是幹這一行的嘛 就是在中共安全機構裡面幹這個髒活的 所以他知道,那我們假定中共 它有小拜登的這個材料 然後以此來要挾拜登 那中共能夠成功嗎?當然成功不了 首先呢,這個拜登他選舉結束了之後 就被一大群人給包圍起來了 說是保護實際上也是一種監視 那麼拜登從此以後一舉一動 都是在一大幫人的這個監視之中的 拜登會見任何人給任何人打電話 那一言一行,旁邊都是有人記錄的 一個字都不會落下 那麼在這種狀態下,中共沒有任何的機會 跟拜登私下的接觸 跟他勾兌,跟他討價還價 如果是拜登只是一個參議員 或者是其他的官員 那中共是有可能還能利用他的 因為參議員和其他官員 他沒有受到總統這種保護 也沒有這種監視 所以說我估計當初中共在小拜登身上下功夫的時候 他們是沒有想到拜登還可以當上總統的 估計他們認為拜登從副總統這個位置上面下來之後 要不就是當個參議員,要不就是退休了 在幕後對民主黨施加一些影響 所以說那個時候中共是想著控制了小拜登 就有可能控制住老拜登 對他進行要挾 但是沒有想到老拜登 摧摧老矣的這種年紀 居然還當上了總統 當上總統之後 一入白宮深四海,從此中共就是路人了 因為聯繫不上了,跟拜登聯繫不上了 他們機關算盡,花了很多的錢 結果都打水漂了 那麼今天我講了這麼多 總結一下就是美國會繼續跟中共作對 中共的處境會越來越艱難 時和事都不在中共這一邊,他們大勢已去 那麼我們民主派的人士 大家絕對不需要灰心喪氣的 我們只需要把我們自己該做的事情做好 那就是組織反共民主的團隊 發展自己的動員民眾的能力 等到中共他們的經濟危機爆發的時候 在他們最困難的時候 我們就啟動顏色革命 當然在美國的一些朋友 大家應當繼續盡到美國公民的責任 繼續監督拜登 如果他實行對中共的綏靖政策 大家都去反對他 然後通過民意代表去彈劾他 組織公民運動去聲討他 總之把他搞倒,只要他敢綏靖就把他搞倒 有策略的 我們應該道 gestures 我們應該就從前提到了 我們應該需要幫助 我們應該做了 我們應該是從前提到